2020年了 然后我们统计一下 因为我们去年不是开了一个小中心吗 我们统计一下算一下 去年挣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钱 在这个中心上面 主要是让他来说 你说一下 去年我们有多少学生 去年我有一共42个学生 在42个学生 在学生上面收了多少学费 每个学生1000多 所以大概是4万3,4万4 4万3,4万4 那花出去多少钱 花出去一共是27,000 房租是多少 房租是1500一个月 然后还加上管理费 管理费每个月也是150 那主要的就是 差不多就是2万块钱了 一年 因为你看啊 1500 一年的房租就是 光是房租就是1800了 是的 加上管理费什么水电费 那肯定就是2万块钱了 管理费一个月都是100多了 对 所以再说是还有剩下的那个期间呢 是其他的 比如买书呀 桌子 桌子呀 书柜呀 这些的还有投影机 投影机 还有那个投影布 嗯 这些的 嗯 哇 哇太多了 嗯 一共收了 一共收了 42个学生 42个学生 就是收入是4万多块钱 嗯 然后呢 投入是2万多块钱 2万7 2万8 嗯 就就相当于剩下的钱 只有1万多块钱一点 对 每个月 一千多块钱 剩下的钱是 1万6 嗯 那一个月就是一千块钱 一千多块钱 一千五一千六啊 嗯 你还像这样算的话 你还不如不要开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然后就在网上找或者在网上交 你知道还没有什么成本 你这样收入还大一点 你能交几个的话 你收入就回来了 因为去年呢 我这样打算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呢 是除了小汉尾这些是不是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网上挣钱的嘛 嗯 所以呢 我就感觉在网上呢 就不见到谁 太无聊了 我才开这个中心的 网上呢 可以 或周末呢 可以住出去 见见了 朋友 见见学生 聊聊天 嗯 是不是 就让人要开心一点嘛 所以我才开这个 但是没想到收入实在太低了 还浪费我的时间 剩下1万多块钱 也就是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你还跑来跑去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有意义吗 嗯 不如不开了 今年还是要开的 今年我有其他的打算 嗯 就是今年呢 我不仅只是在中心那边开了 我还在网上开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花出去那个房租呢 嗯 可能呢 也要 少很多 少了很多 而且今年呢 我找到新的一个地方了 我就不自己住房租了 我们就 去找那种中心 已经有不治好 嗯 桌子呀 投影呀 这些人就会交的 一个月才一千 而且不用担心什么 管理费 不用担心水电费了 所以呢 12个月是不是 刚好是1万2 嗯 那剩下来全部都是我的钱了 嗯 所以今年差也应该今年要比 今年会好一点 如果能找到一点学生的话 应该能挣上不少钱 就相当于新年就是了 我学习经验呗 毕竟我也没有错过老师嘛 嗯 是不是 做一个经验 做一个培训 培养 对 不要自己好一点 但我觉得这个挣钱真的太少了 一个月一千多块钱 还不如你去 好好去拍视频 你光是头条上面 如果你好好拍视频的话 一个月都不止那点钱 你要花时间 对 去上课 还要担心买这个书买那个书 嗯 我记得前段时间 我在头条拍视频呢 那段时间也刚刚做啊 然后呢 白天我就上班 晚上回来 我拍 随便都有三千 嗯 半钱 对啊 一个月的 后面就 就感觉 哎呀 不错了 去上班 太累了 回来就不拍了 然后就去做 没想到 现在 工作呢 也是具体做嘛 现在呢 感觉去年真的是 太失败了 嗯 太失败了 这个收入 真的是 还不如在家睡觉 还不如在家睡觉 还每天 哎呀 去上课好累 去年真的是 全部收入都是靠你的 都是靠你的 今年好好努力 我们一起挣钱 好的 嗯 好的 再次再次订阅 再次订阅 再次订阅 拜拜 掰掰